歡迎來到亞視賽程攻略 我是美獅 巴黎奧運會進入尾聲了 今天是賽事倒數第四天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重點賽程吧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自行車帽嗎 大馬最後的真金希望場地自行車名獎 阿茲組終於在昨天登場了 男子個人衝刺賽經過幾輪賽事 袖珍火箭在16強復活賽排在小組第三 無緣晉級8強 36歲的阿茲組賽前表示 將像東京奧運那樣犧牲個人衝刺賽 將全部的精力和心思放在他的強項麒麟賽 後天開始的麒麟賽 阿茲組和師弟莎菲道斯將繼續衝刺 前兩屆奧運在這個項目栽得一贏一同的他 能在巴黎為大馬奪得史上第一枚奧運金牌嗎 阿茲組衝啊我們支持你喔 接下來我們看看跳水項目 憑藉外卡第三次登上奧運舞台的大馬跳水女將 諾達比塔 昨天在女子3公尺跳板預賽排在第12位 她將在大馬時間今天的下午4點再度和外國選手 包括中國孟姿隊的陳一文和昌雅尼較量 爭取晉級決賽 上屆東京奧運獲得第4名的她和獎牌擦肩而過 這次能不能順利摸牌呢 諾達比塔加油喔 今天田徑、拳擊、舉重、摔跤等等賽事 都將產生金牌 尤其是田徑是今天產出金牌最多的項目 將產生五枚金牌喔 女子牽球資格賽中 中國老將鞏力教備受關注 第5次參加奧運的她晉級不成問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跳水夢之隊 再次登場爭奪男子3公尺跳板金牌 第二次參加奧運的王宗媛 在上一屆西拜隊友謝思義後 這次放眼復仇 昨天的半決賽她穩居第一 衛冕冠軍謝思義則是排在第二 今天晚上9點登場的決賽 兩人將爭奪領獎台上的最高榮譽 早前在雙人項目奪金的王宗媛 當然項目還能再登頂 收穫個人本屆奧運第二金嗎 我們拭目以待 嘿嘿 再來就是巴黎奧運女子拳擊54公斤比賽 中國選手常緣擊敗老對手朝鮮選手方哲美 成功闖入決賽 大馬時間9號凌晨4點51分進行的決賽 常緣將和圖爾其00後拳手哈蒂斯阿克巴斯 展開龍爭虎鬥 如果她獲勝將為中國女子拳擊拿下首枚奧運金牌 來創造歷史 OK看奧運贏獎金 更多精彩的巴黎奧運賽事 繼續留守亞視新聞